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逸更頻道,澳門衛生局在16日接到一宗懷疑對醫療服務對象性騷擾的投訴, 在那天中午時,某間學校組織中學生去眾藝館進行專長疫苗接種, 事後多名女同學集體向學校反映一名負責接種疫苗男護士涉嫌性騷擾, 衛生局收到投訴後即刻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展開調查及聯絡學校學生與家長了解這件事。 根據初步了解,衛生局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決定協助涉事學生、家長、報警以進一步調查這件事, 作為防範性措施,衛生局已即時將這名男護士調來需要接觸服務對象的工作崗位及強調, 今次雖然是個別事件,但仍會依法嚴肅跟進,絕不姑息。 另外,衛生局及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派出學生輔導員,聯同學校輔導團隊將會為受影響的學生與家長進行心理輔導及支援工作。 首先,未知她是否真的有做到,因為事件都未判未成, 但如果真的打疫苗時需要人,我認為衛生局應該要嚴懲這件事, 但現在都只是調離了她去一個不用接觸服務對象的工作崗位, 即是她都是照常上班的,就應該暫時未有什麼事, 再加上,人家只是學生來的,身為一個醫護人員就不應該這樣, 以及打疫苗時又可以怎樣騷擾得到人呢? 還有,就這件事,有幾多女學生是中過招的呢? 到時的刑罰會怎樣呢? 為何可以這麼明目張膽去做這樣的事呢? 是否看死學生不夠膽出聲才這麼大膽呢? 不過件事,現在都未知是什麼情況, 如果再有新消息,我再同大家更新吧! 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